大家好,今天一个朋友打电话咨询了一个问题 说他们最近新上了几台设备,总功率大概是50千瓦左右 他问用一个16平方的铜电缆行不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我问了一下他的配电室到这个设备的距离 他说只有几十米远,我们知道对于三线设备而言 50千瓦它的电流大概是在100安倍左右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16平方的铜电缆的安全载入量 我们通常用这个电线的安全载入量的口诀 十下五百上二,二五三五四三界,七零九五两倍半 铜线升级算 由这个口诀我们可以知道 16平方的铝线它的安全载入量是16乘以4,64安倍左右 而16平方的铜线相当于25平方的铝线 那就是25乘以4,是100安倍 而它的三线设备的总功率是50千瓦 额定电流也在100安倍左右 距离又不是太远 因此16平方的铜线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 它呢是可以保证设备的长期安全的运行 有些人会认为这个16方的线稍微的细了一点 其实呢大口不必担心 只要你用的是符合国标的线 就可以长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对方看来得到 就算了 一路